時尚同一週 全台有98間廟宇高曲旗職 旗上海盜上香落盡 這不是廟會活動 而是要向政府表達訴求 攝影八家將賴明偉參與活動 要來表達維護傳統意志 信仰這件事情的傳承 它是與時俱進 可是我們原本的根源傳統 我們傳承的精神跟意涵 有些東西它是要保留的 時尚第一次眾神上海盜 這次的烙盡心動 包含電影三太子也來參加 23號台北一度飆到 37.8度高溫 團員穿著神偶裝肉鏡 真的考驗耐熱度 這就是電影三太子的神偶裝 到底裡面穿起來會有多熱 我十字來穿一下 它裡面真的好熱喔 不到一分鐘感覺整個人都在冒汗了 它就是無形中好像一個 就是免費的那個燜燒鍋的感覺 電影三太子平常有訓練 但信徒可沒這麼好的體力 天氣真的太熱 長時間曝曬在陽光下 藝人因此重數 根據主辦單位統計 這次活動全台有98間廟宇參加 在現場的神像多達90尊 估計有5萬人參與 在前些日子 他就為了參加這個 還是要來 延續文化傳統 角獸商也來參加 其他不少信徒都是席家帶卷 連六個月大的男嬰也帶到現場 參與史上最大審視 主辦單位強調 沒有接受一如一箱 但已是底線 希望政府別再介入 以環保之名 挑起民眾對立 借靈往樂方 SNG小組 台北報導